刘霍 我们已经离婚了 你应该开始 各自的新生活了 你帮我一个忙 感觉一下你的心 它还在跳吗 刘霍 你别这样 对于一个单身的妈妈来说 爱情是一种奢侈 我现在已经没有资格 谈感情了 所以 现在的我 只想好好工作 拿一份稳定的薪水 养活孩子 希望你能够理解我 其实何雨菊跟你在一起 也挺好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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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手上的,我在买的 妈妈咋了 我wo来找我 叫我来找你 我要和你一叫你一叫 你一叫他一叫 他叫你一叫 他叫姜任务 今天怎么做这么多菜呀 我来帮你 你爸回来了 今天在医院呢 你哥和嫂子一下说露嘴了 你爸知道你离婚的事了 非要回来见见你 那爸一定很生气吧 是啊 肯定生气啊 不过你爸的脾气你是了解的 好好跟他说 千万别惹他生气 他这会儿在屋里呢 回来了就说不舒服 躺着呢 去看看他吧 好 我进去看看他 爸 爸 我来看您了 爸 爸 爸 大人 怎么样 他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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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爸 爸 爸 他爸 爸 爸 你醒醒啊 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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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 那 是的 都是 什么 字幕 没想看 fille xo 他 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也不想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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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瑶瑶 姐 小慧 你不应该来这里的 我只是想来送送伯父 这也不说话 你来干什么 我要是你我就不会来这里 你的出现只会给丫丫带来伤害 瑶瑶 你知不知道我很羡慕你 因为现在你是孩子的爸爸了 我当然是 而且我永远都会是 在你们眼里 难道我真的就是那个 从一开始就这么不负责任 现在来跟你们抢孩子的人长吗 在你们眼里 我真的就会这么不堪吗 没错 没有人想看到你 你的出现只会给丫丫带来 无冲无尽的痛苦 你走吧 爸 您在那边安心吧 家里的事有我呢 爸 最后几年 您把这些都戒了 难受死了吧 现在您不用担心 可以随便吃了 哥 妈 现在妈回去吧 别把妈冻着 我在这儿跟爸说会话 那你也早回家 妈 走吧 走 爸 对不起 对不起 都是我的错 是我害了您 我恨我自己 我恨我自己犯下了这些错 如果没有我的话 您也不会去得那么遗憾 爸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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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爸 是 母亲 你看 这些什么事 不是 那些事 那些事 我 让你担心 你放心 我不会轻易放弃你 我会尽全力给亚亚幸福 因为你的女儿是个好女孩 她应该获得幸福 这是我对您的承诺 请您放心 雅雅 节哀顺变啊 谢谢啊 前些日子何雨淇到咱们这儿来闹事 上面的领导已经知道了 把我叫了去狠狠地批评了我一通 所以咱们无论如何也得整顿整顿纪律了 对不起啊主任 都是我把你们连累了 别说这话 对了 你的事情怎么解决呀 你想好没有啊 我倒有个主意 鸭鸭 你跟刘火复婚吧 说什么呢 这鸭鸭刚离婚 你就说让人家复婚 这不闹着玩呢吗 这可是绝妙的主意呀 你们想 何雨淇她因为什么闹啊 不就是因为鸭鸭跟刘火离婚了吗 她才有机会趁虚而入啊 这叫落井下石 如果鸭鸭你跟刘火复婚的话 那何雨淇就没这机会了 她就没法闹了 你们也知道 你想何雨淇这人 沾上毛比猴还伎俩 她肯定得想下劲了 咱们小区有钱的人有的是 雅雅 你别看这主任整天满嘴跑火车 今儿这话还真挺在理 怎么说话呢你这是 谢谢你们两个的好意 不过这是我的私事 不用你们造型 我们可都是为你好 雅雅 现在摆在你面前就两条道 要么把何雨淇的事情处理好 要么那就对不起了 你得做好被炒鱿鱼的准备 可是 复婚是两个大家庭的事情 我不能为了跟何雨淇赌气 随便做决定啊 反正你好好考虑考虑吧 我说咱们该吃饭了啊 来 走吧 快点快点快点 雅雅雅 再伤心 人总得吃饭呀 吃不下 你说你这样折磨自己 对得起你爸爸吗 如果你爸爸知道了 他不是更难过 我不需要别人来同情吗 同情 毛雅雅 你真的想多了 你有什么值得别人同情的呀 再说了 你爸爸生病的事 你心里早就有数对吧 而且 他最后的一段时间 你一直都陪在他身边不是吗 你知道吗 前年春节的时候 我哥突然给我打电话 让我回家 因为我妈病危了 那年冬天下雪 我家又在河南安阳 回家的火车票早就卖完了 没办法 就上了一辆大巴车 大巴开了一天一夜 大雪也下了一天一夜 可是突然 大雪封了路 我就站在路上拦车 什么三蹦子 驢车 我都坐了 最后终于到家了 可还是没能看到我妈最后一眼 我跟你说这些 可不是为了证明我有多彩 我只是想让你知道 在这个社会上 想要活下去 想要活得好 就必须应着头皮往前走 有些东西生来就是命 痛苦是放在心里的 不是放在脸上的 婉欣 你可别安慰我 我用不着 我是想说 我可以吃便当吗 吃两个 废话 两个你都吃了 我吃什么呀 你吃这个 那个肉多 你吃这个 这个肉多 吃完 毛鸭鸭鸭 你怎么想起来给我打电话了 贺雨琪 我们俩谈谈吧 你主动找我 什么事啊 贺雨琪 我希望你以后不要再来找我麻烦了 我要工作 我要养家 还要养孩子 你再这么闹下去 难免刘火不会知道 他的性格你是了解的 你在这儿威胁我呢 我不是在威胁你 我是在说真心话 你想想 刘火如果知道 我是因为你失业的 他会坐视不理吗 你想问他再去前面那是你的事 你有这样的时间 干吗不在他身上多下功夫呢 毛鸭鸭 你这说一套做一套的功夫 可真是厉害呀 你一边跟我说着这些 一边把刘火弄得五迷三道的 一门心思想跟你复婚 你心里正在高兴呢吧 别把我们都当傻子 你天天在刘火眼前晃来晃去的 不就是想让他忘不了你吗 你当我们都不知道啊 如果你真的是为了赚钱养孩子 我早就说过了呀 我说只要你离开物馆办 我会让你和孩子衣食无忧的 我不需要你的钱 还有 请你不要污蔑我 再有 工作我是不会辞的 看来你是不会妥协的了 我最后告诉你一次 你再敢靠近刘火 我绝不会善罢甘休的人 那咱们真的没什么好谈的了 就这样吧 妈呀 你给我站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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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想来就来 你想走就走 我何雨菊 岂能让你忽来忽去的 我何雨菊 你辞不辞之 我不辞 何雨菊 何雨菊 你没事吧 妈呀 这回你可走不了了 来人哪 要谋杀了 赵警察呀 快来人哪 有没有人哪 赵警察 你别想跑 救命啊 喂 什么 警察同志 我跟您说呀 这绝对不可能 我妹妹从小到大 就是一个特别善良的女孩子 她平常碰见小猫小狗的受伤 都掉眼泪 怎么可能把人推下去呢 这绝对是冤枉的 警察同志 那能不能让她本人 听个电话呀 雅雅 雅雅 你先别哭 怎么回事啊 那雅雅别着急啊 哥跟嫂子 马上就给你想办法 你别着急 这雅雅怎么了 何与其为了留火的事 不是去骚扰鸭鸭吗 鸭鸭就把她约出去了 结果何与其自己摔下楼 她非得一口咬定 是鸭鸭把她推下去的 你说那餐厅也没有监控 现场也没有第三个人在 现在鸭鸭是百口莫辩呢 这何与其也太坏了 那可怎么办呀 除非何与其自己 推翻自己的口供 要不然在这个案情调查清楚之前 鸭鸭就是嫌疑犯 得暂时关押的 至少今天晚上是回不来了 今天晚上回不来 那妈那边可怎么说呀 你不能告诉妈呀 爸去世妈已经受了很大打击了 你现在才告诉他这件事呢 他不得疯了吗 要不你给刘伙打个电话 让他找何与其啊 说不定刘伙能帮上忙呢 对对对 找刘伙 好 快 赶紧赶紧 快 喂 什么 鸭鸭鸭 你为什么要诬险鸭鸭鸭 我怎么诬险他呢 就是他把我推下去的 你撒谎 他不可能干这样的事情 他推你下楼干吗呢 刘伙 从你进到这个房间来 你有问过一句我怎么样吗 现在受伤的人是我 躺在这个病床上的人是我 你是不是也应该 关心我一下呢 何与其 我跟丫丫已经离婚了 都已经离婚了 为什么你一而再 再而三地要找他麻烦呢 对啊 你已经跟他离婚了 他跟你还有关系吗 黄 现在你我都是单身了 我们俩都转转那么长时间 我们都没有离开彼此的生活 这就证明 我们还有缘分在一起 我们之间早就结束了 为什么你就是不明白 没有结束 我一直都还爱着你 每次在我需要你的时候 你不是也在我身边吗 这不 我受伤了 你就会来看我呀 不要再用你的一厢情愿 扭曲事实好不好 我来 是想让你告诉警察真相 不要再为难丫丫 她是无辜的 够了 你心疼她是吗 你心疼她是吗 好 想让我说可以 可是我想听 你说你爱我 为什么 你说不说 如果你说的话 我会考虑放过毛芽芽 我是个人 我不是机器 我没有办法欺骗自己的感情 我对你有亏欠 我想弥补你 可是我早就已经不爱你了 我早就不爱了 不爱我没关系 我可以等 我可以等到你爱我 我们可以重新开始 刘华 我们在一起七年的感情 我不相信这七年的感情 会在你心里没有留下一丝痕迹 只要我们在一起 我们一定就会幸福的 这是不可能的 好 那我换一个 我要你跟我结婚 不可能 不可能 你最好想清楚了再回答 因为我可以让毛芽芽 身败名利 骨肉分离 没关系我不着急 我有的是时间 不过 我也没有那么多耐心 你 你 妈睡了吗 小点睡 睡了 我跟她说鸭鸭加班 写年终总结 她没怀疑 你说咱家最近怎么了 这也太倒霉了 我跟你说 这绝对不是天灾是人祸 你用脚指头想都知道 是何雨琪害的咱们家鸭鸭 可是你没有证据 你也说不清啊 鸭鸭不会因为这件事坐牢吧 那笑笑可怎么办呀 呸呸呸 说话怎么这么晦气啊 我跟你说呀 轻伤呢才能判刑呢 要是轻微伤的话 顶多是罚钱 然后十五天行政拘留 十五天 那也瞒不住妈了 再说了 这行政拘留肯定有案底啊 你让鸭鸭以后怎么活呀 是啊 这不是正想办法呢嘛 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啊 让刘伙说服何雨琪 让何雨琪澄清事实 但是这事还好办点 喂 刘伙 什么 怎么样啊 刘伙说他搞不定何雨琪 那这可怎么办呀 你说我要不要再给向辉打个电话 行 你给他打 万一得有什么办法呢 行 喂 先会 我要你跟我结婚 不可能 你最好想清楚了再回他 因为我可以养毛鸭鸭 身败名利 骨肉分离 我 多么想把你穿握 躲进一里抹去 可你去想想都靠在我的脑海里 我 再怎么努力想忘记 我 再怎么努力想忘记也忘不掉你 就让自己沉醉 就让自己沉醉在模糊的灰里 永远不想清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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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这样死去 永远不想清醒 陪伴 所有 不管你到底為何 總在躲避我 天啊 難道這輩子我們注定了錯誤嗎 我會在那個時候 為我多想我 默默的小呼叫 進 向總 你怎麼這麼好心來看我呀 你想太多了 咱倆說話呢 你別管他磨腳了 律師呢我已經請來了 現在就在門外 李律師呢他在民事訴訟方面 非常的有經驗 我聽說你想告芽芽故意傷人是不是 你對毛芽芽的事還真是傷心 可是她未必領你的情吧 帶著律師來 你想嚇我呀 我何與其可不是沒見過世面的人呢 何與其 看你這個樣子還這麼盛其凌人 那看來傷也不是很厲害了 傷得厲不厲害要看驗傷報告 輕微傷和輕傷雖然只有一字之差 可一個是行政拘留十五天 一個是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既然你是有輩而來 想必你應該都清楚吧 當然 我也是帶著誠意來的 我希望這件事情 你能夠剛才貴手 這件事情 不如就我們思量了吧 思量 好啊 怎麼個思量呢 無非就是賠錢嘛 多少錢 你說 六虎 你今天無論如何 得說服何與其 不就結婚嗎 你先答應她 這個時候就壓壓要緊 她在派出所已經待了一整晚了 要再不回家 我媽那邊就瞞不住了 知道知道 有什麼事咱們再聯繫吧 李律師 那你先回去吧 曉輝 找律師了 可以啊 幹什麼 幹什麼你 劉火 你知不知道 你這次把壓壓給害殘了 曉輝 你冷靜點 你這個時候打人有什麼用 劉火不是已經來找何與其的嗎 誰都有資格可以說我 就你沒有 在壓壓最傷心最需要幫助的時候 你在哪裡 現在你有錢了 有能耐了 趕緊回來當救世主是不是 你不覺得自己很可笑嗎 劉火 我再跟你說一次 你現在打電話給警察 跟他們說出真相 讓他們放了壓壓 我說的就是真相 就是毛壓壓把我推下去的 壓壓已經說了 她想要拉你 是你自己摔下樓的 她當然這麼說了 她說什麼你都信啊 你這麼信任她 對 我那麼信任她 對了 我們上次說的話題你還沒給我答案 願意跟我結婚嗎 不可能 那我可以告訴你 放過毛壓壓 不可能 劉火 你讓我跟警察說一萬遍我還是那一句 就是毛壓壓把我推下去 何雨晴你怎麼變成這個樣子 你本來是一個那麼善良的女孩 你為什麼變成這個樣子 你說這些謊話你不心虛嗎 你陷害一個人你不心虛嗎 現在受傷的人是我 你卻不心疼我 我們在一起七年的感情 我付出了七年的青春 我為你做了那麼多事情 算什麼呢 在你心裏這些究竟算什麼呢 你如果有什麼怨氣 請你直接衝著我來好不好 就算我求求你 你放過壓壓好嗎 你心疼她了 你越心疼她 我就越要折磨她 你說 殺人未遂這個罪名 會讓她在裏面受多少苦 你不要太過分了你 比這更過分的事情我也做得出來 這都是你逼我的 你娶不娶我 我再問你最後一遍 你娶不娶我 你娶不娶我 好 那我就只能給警察打電話了 我還沒想過 你還沒想過 我還沒想過 我還沒想過 你這樣想到這個地方 你還沒想過 我還沒想過 你這樣想過 我記得我 你一定會想到 今時很容易 我還沒想過 真正的 那時候 你來講 都情勞 你这加的什么班啊 再说加班你关机干吗呀 我打了一宿电话 妈 没事 不手机就没电了吗 再说加个班不挺正常的 对了 笑笑呢 笑笑在我屋睡着了 行了 你回来这儿我就放心了 我得看我外孙子去 一会儿醒了 我跟您一会儿去 妈 杨杨 你等一下 小婷回屋 我跟杨杨说几句话 干吗呀 去看笑笑呢 你先坐下 坐下 你抽空啊 给向辉打个电话 为什么 你说你这次出事以来 人家向辉把手头所有工作都放下了 跑前跑后的 帮你找到最好的律师 你好好谢谢人家 对了 哥 那个 刘火知道这件事情吗 刘火呀 我跟他打个电话 我问一下 电话怎么打不通啊 那个 何雨琪住在哪家医院 问这干什么呀 你告诉我 我要去找他说清楚啊 你就别再去添乱了 你好不容易才没事的 另外 别再跟刘火联系了 对你不好 你说你跟刘火在一起 你过过一天太平日子吗 你要再这样下去 就连半条小命都没了你 哥 你说话能不能讲点良心啊 没有刘火有我现在吗 有笑笑吗 总之我告诉你 不许跟刘火联系 就不许跟刘火联系 为什么 她要跟何雨琪结婚了 又打死你 她就想就不许跟刘火联系 对你点儿好痛啊 这样子走 走起来你辛苦啊 那我去买轮椅好了 不要了 就走这一次路买轮椅 有没有必要吗 要不然你像以前那样 你背我好不好 干吗呀 那么不情愿 你就算是给我脸色看 也等我伤好了再说嘛 我现在验伤 反正还是可以告磨牙丫头 因为我跟警察说 我是暂时不追究 是吗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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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